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我的价格可以高一点 我是有不一样的产品或者服务 这种叫做差异化战略 那如果是集中我各方面的优势资源 然后集中去打某一块市场 或者某一部分领域 那我们把它叫做集中战略 那显然现在我们不同的企业 有各种各样的战略 有的人采取的是成本领先 有的人采取的是差异化 有的人采取的是集中战略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一会儿会再去说到 所以它是跟竞争格局有关的战略模式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企业的总体战略 企业的总体战略 其实要么是涨 要么是稳 要么是缩 对吧 就这三个方面 涨 稳 缩 所以我们有成长战略 稳定战略和收缩 或者叫紧缩战略 涨 稳 缩 那我们先看成长战略 我们可以有哪些方式 你既然要成长 那我自己企业内部深根细作 这算是一种成长 对不对 但是如果要从企业往外去进行延伸 那么延伸的过程就根据延伸的领域不同 就分为了多种战略了 比如说如果我是延伸到多种业务领域 或者业务结构 这种呢我们叫做多元化战略 包括相关类的多元化 或者不相关类别里面的多元化 所以看你延伸出去的领域 跟自己原来的模式是不是相关 还有一种呢叫做一体化战略 一体化战略呢指的就是我把别人在囊括进来 对吧 把别人去整合进来 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来去做一体化 那一体化呢 可以去吸收我的上游或者下游企业 也可以去吸收我的同行企业 还有呢就是我走出国门 打开国外市场 对吧 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走到东南亚 走到了欧美或者走到了印度 这种呢都叫做国际化的战略 还有就是做战略联盟 企业和企业之间形成一个大的联盟 通过相互持股或者互相去签订契约 来形成一致的这种行动 这种叫做战略联盟 所以这几个原则 这几种战略方式 都是属于我要长大的方式 通过业务上的多元化来长大 通过我们市场的 我去合并上下游 或者评级企业来长大 或者走出国门长大 或者呢跟别人形成联盟来长大 当然稳定战略呢 就是我基本上就不动 对吧 不动也算一种战略 最后一个呢 紧缩战略就是我可能要放弃 或者我要收缩 这叫紧缩战略 好 这个框架咱们现在也弄清楚 因为我们在考察论述题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考察大家框架 而不仅仅是几个简单的前面的内容 所以基本竞争战略 我们说是成本你先差异化 再加上集中化 而总体战略呢 包括涨 包括稳 包括缩 对吧 涨 我们有多种模式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个战略一个战略的看 首先第一个叫基本竞争战略 基本竞争战略包括成本领先 差异化和集中战略 那么成本领先战略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是降低成本 通过规模化的经营 规模化的生产 降低成本 以低成本来吸引更多的客户 对吧 所以它的核心是企业加强内部的成本控制 在开发 生产 还有销售 服务 广告 等等各方面的领域 这个不用记啊 就基本上你就理解为 就是企业内部运营管理过程当中的各个环节 去压低成本 先把成本降到最低 成为行业当中的成本领先者来获取竞争优势 那成本领先我们就可以走低价策略 对吧 或者呢 如果我不走低价 我也可以走高价 但因为我的成本领先 那我自己的这个利润是不是就要比别人高很多啊 这个就叫做成本领先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呢 像是一些大规模企业大型企业 他们往往呢都会走成本领先战略 像是富康 富士康 富士康走的其实就是一种成本领先战略啊 还有呢 像拼多多 是不是相比于京东 其实走的也是成本领先战略 所以成本领先战略需要的是 企业的生产和管理要高效 还有呢 要实现规模经济 也就是我们规模上来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劳动效率 要通过技术创新 来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 还可以通过企业资源的整合 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还可以呢 选择优势的经营地点 降低运输成本 还有提高价值链的整体效益 来提高业务活动的效益 所以各位看啊 第一个呢 是我们降低产品的成本 产品成本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是提高使用效率 资源的效率 第三块呢 我们是降低运输成本 最后一块呢 是活动效益 通过综合的整体的价值链的提升 提高活动效益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既要知道成本领先战略 是降低成本 那我们从实施过程的角度来说 是降低产品的成本 运输的成本 提高的是资源利用的效率 和综合的价值链活动的效率 那这样的话 大家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去记忆了呀 对吧 各方面的成本 在运输的成本 再加上提高生产效率 和资源利用效率 以及整体价值链体系的效率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说差异化策略 那么差异化的战略呢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这叫差异化 对吧 所以提供与众不同的产品或者服务 满足顾客的特殊需求 来形成一种独特的竞争优势 这个叫做差异化的策略 那么差异化战略的核心 是独特 对顾客而言 你是独特的 对吧 跟别人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 基本上一个企业要生存的话 依靠的都得是差异化战略 想要完全以成本领先战略 单独的 成本比别人低 压低成本来去达到效果 已经非常难了 所以大家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了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所以通过产品质量的提升 可靠性的提升 还有功能的创新 设计的创新 和包装的创新 等等多种途径 来去体现差异化 那这个途径呢 我倒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理解 对吧 成本领先战略 我们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而差异化战略呢 我们就是从各方面 去进行提升 还有创新 那你就不用非得 一个一个去记了 因为它并不是 完全标准性的东西 好 第三种呢 叫做集中战略 集中战略 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 来生产产品 或者是服务 来满足特定的 竞争性细分市场的需求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种集中 就是集中我的核心力量 优质力量 来满足相关的需求 其实集中战略呢 也可以集中起来降成本 也可以集中起来打差异 所以呢 有集中成本领先战略 有集中差异化战略 对吧 所以集中战略 其实它可以 算是我们前面两种战略的一种升级版 这个是不是就好理解了呀 对吧 它是一种升级版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集整体的竞争战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总体的战略 总体战略 刚才我们说了 要么涨 要么稳 要么缩 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涨 涨 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战略 它在不断的去开发市场 开拓产品 开拓市场 开发产品 还有呢 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对吧 这个大家都很好理解 那么涨的战略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往 把触角往外伸 包括业务往外伸 这叫多元化战略 包括吸收别人 这叫一体化战略 包括走出国门 这叫国际化战略 包括跟别人手拉手 这叫联盟战略 对吧 好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就是业务往外伸 这叫做多元化战略 多元化战略呢 我们要掌握的是 有水平多元化 垂直多元化 以及同心形的多元化 这三种多元化 大家要能够区分啊 那多元化显然就是 我做跟现在的业务 不一样的业务 这叫多元化 那水平多元化呢 显然是跟我的现有的业务 是在同一个业务范围以内 进行多种经营的 这种叫做同 叫做水平的 比如说 我生产了这个小汽车 对吧 是家用小汽车 那我还可以生产货车 我还可以生产卡车 可以生产摩托车 这种呢 就是典型的水平多元化的战略 对不对 比如说像我自己讲课 那我除了讲高级的工商管理 那我还讲中级的工商管理 我还讲会计 我还讲财经类的其他的东西 这些都应该算作是水平多元化 对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是垂直多元化 那垂直垂直 其实就是我们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去做延伸 对不对 一个企业 他一定会有他的上游的供应商 下游的购买者 所以当我做上游的活 这叫做上向上的水平多元化 对吧 然后呢 我也可以做下面的活 所以这向上的垂直多元化 所以我们说这么去做的时候 我们做了上游或者下游的业务 这种就叫做垂直多元化 比如说一个钢铁企业 钢铁企业上游的供应商 是不是矿产资源的企业啊 对吧 我自己去挖矿 行不行 这叫做向上的垂直 对吧 那下游 我自己呢 是一个钢铁企业 我把钢铁生产出来了以后 我自己也做相应的钢铁的这种 深加工的业务 那这个是不是 又是往下游走了一个垂直多元化 所以把我们自身的业务 往上游走 往下游走 这个叫做垂直多元化 好 还有一种呢 就是同心型的多元化 那么同心型的多元化呢 我们就不能说 它从业务层面是一致的 或者说是上下游的 而是业务上看上去没什么关系 但是它的技术或者市场 它是一致的 我用了我相同的技术或者市场 这种多元化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同心型的多元化 比方说造船企业 造船企业在造船业整体 不是特别景气的时候呢 它可以利用自己的造船的这方面的优势 对吧 我可以做钢结构的加工 或者做海洋的一些工程 因为我对船比较了解 所以我用了我技术领域的一种延伸 所以把技术往外去做延伸 看似无关 但是技术能力又存在关联的 这种就叫做同心型多元化 那比方说拿我自己来举例 你看我呢 主业是在做金融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么同时呢 我又在做财经的讲课 对吧 财经讲课呢 我又讲了好几门课 这个呢算是一种 就是我们的水平多元化 对吧 就是我讲了各种不同的科目 这叫水平的 但是我去做金融投资和讲财经 是不是从能力上来说 我有相通之处啊 都是金融财经领域的 只不过那边呢 利用的是实操的 这边呢 利用的是学院派的一些知识 但我们其实在讲课的时候 我既要利用学院派的知识 又要利用实操的知识 所以呢 这是不是就是把我的能力 去做了一个往外的拓展 对吧 是利用我的讲课的能力 或者说我人际沟通交流的能力 以及我在金融和财经领域的 相关的知识底蕴 来去在两个部分去做延伸 这个就叫做同心源多元化 所以大家看到了看似无关 但是它内部的核心技术 是存在关联的 这个就叫做同心源 好 还有呢 就是非相关的多元化 刚才咱们说到的 不管是你水平 还是垂直 还是同心源 它都是相关的 对吧 都是有关联的 不管是业务有关联 还是上下有关联 还是我们的技术层面有关联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非相关多元化 那非相关多元化就是进入到一个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领域 比如说像当年国美 国美做家电的 结果呢 他去搞了房地产 把自己给搞死了 那么这个就是纯粹的非相关多元化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呢 也在走非相关多元化 比如说做实业的 后来去搞投资 这种都叫做非相关多元化 那么我们非相关多元化 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去做呢 第一种情况 就是企业所在的行业 是失去了吸引力 所以所在行业没有吸引力了 那我水平多元化 是不是就不太可能了 第二个呢 就是没有能力进入到相邻的企业 没有能力进入到相邻的行业 所以不管垂直还是水平 我都做不了 第三呢 是具有进入新行业所需的资金和人才 所以像国美他觉得我有钱呢 对吧 我招几个人 我就可以干房地产了 还有呢 就是有机会收购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 那我通过收购并购的方式来去多元化这样的东西 像现在BAT 对吧 腾讯啊 阿里啊 他们很多都是通过收购的方式 哎 一看这领域没有 那我自己去启动一个难度比较大 而且也比较慢 所以呢 我直接去收购一个 反正我有钱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非相关多元化呢 是走的是收购的道路啊 当然也用内部孵化的道路也是存在的 所以自己这行业不行了 周边行业又进不去 同时呢 又有资金和人才 或者呢 通过收购 那么都可以进入到非相关的多元化 好 说完了多元化战略的几种类型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体化战略 所谓一体化战略就是通过吸收和合并 然后呢 把别人纳入进来 对吧 吸到我自己肚子里面 那其实它跟多元化你看上去很像 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的多元化是从业务层面 而一体化呢 我们是把企业并进来 所以有目的的把相互联系的基因活动 纳入到我的整体的企业体系当中 进行全盘控制和调配 那求共同发展 这是叫做一体化 所以它是要能够把它给吸进来啊 不是往外完全的往外走出去 是把吸进来 那么它包括横向一体化 纵向一体化 那纵向一体化呢 又有后向一体化 前向一体化 显然横向一体化 就跟我们刚才所谓的水平多元化非常像 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 降低成本 巩固地位 增强竞争能力 对吧 是跟同行的企业进行联合的一种方式 这叫做横向一体化 把别的企业纳入进来 不是我自己去干 而是纳入进来 所以它对应的是水平多元化 然后纵向一体化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上下游企业 对吧 是扩大单一业务的经营范围 向后呢 延伸进入到原材料的供应范围 向前呢 直接向最终使用者提供最终产品 所以包括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 前向当然就是下游 后向呢 就是上游 所以后向是上游企业 我是为了降成本 提高供货的可靠性 对吧 我把上游企业 比如说矿产资源这一部分 把握住了 是我就基本上不太受到矿产开采成本的 这种影响 那前向一体化呢 就是往用户端去进行延伸 在做个性化或者定制化服务方面 去增加我们的业务的投入 对吧 比方说 我是一个成一企业 那如果我做前向一体化 我直接去做成一的定制化服务 是不是我就可以直接得到客户的直接订单 而不是我从销售企业或商场获得订单 对吧 这种呢 就是属于前向一体化 所以前向一体化的目的是往前延伸服务 或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 后向一体化呢 主要是我们能够降低成本 然后提供比较可靠的 就让我们的供货呀 能够可靠的去做提供 这是一体化战略 然后我们再来说国际化战略 国际化战略呢 当然就是利用我们的区位优势去走向海外 打开国门 所以扩大市场 利用区域优势提高声誉和影响 然后能够去在更大范围之内去实现规模经济 这个比较好理解 我们就不多解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形成战略联盟 其实我们在做一体化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使你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走战略联盟的模式 那我们的战略联盟呢 它可以是股权式的联盟 也可以是契约式的联盟 股权式就是占别人的股份 或者是相互持股 这叫股权式啊 所以可以是合资 可以相互持股 互相你占我百分之 我占你百分之 我们是不是就变成利益共同体 或者咱们干脆每人出资百分之五十 成立一个新公司 这个呢就叫做合资 对吧 这都是股权式的 那契约式的呢 当然我就是通过契约交易 比如说如果你卖给我 你的价格 你的原材料的价格 就比卖给别人是低百分之三十 对吧 这就形成了一种联盟 因为我们之间呢 可能到时候利润我们再来分 但是呢 从直接的供货成本上面呢 去往下压 所以就形成产品联盟 营销联盟 或者产业协调联盟 或者是研发联盟 等等等等 都是反正为了 要不然是为了业务的推进 要不然是为了市场的占有 要不然是为了技术的开发 对吧 我们要去联盟 所以联盟的方式 有股权式的 也有契约式的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的成长性战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稳定战略 你除了涨 如果涨不上去 咱们就猫着不动 也算一种战略 对吧 我们不往外进攻 也不往后退 就在那站着 我自亏然不动 也算一种战略 所以因为受到了经营环境 和内部资源的限制呢 那企业是保持目前的资源分配 和经营业绩水平 那这个呢 叫做稳定战略 就我不并 所以包括无变化 维持利润 或者暂停 直接暂停 或者谨慎实施 这几种战略 都被称为叫做稳定战略 反正总的来说 我既不往前进 也不往后退 我保持 我维持利润也好 还是根本没变化也好 还是谨慎也好 还是说我们做暂停也好 都是在稳定 那所谓的无变化 就是不管市场地位 利润等等各个方面 我们都不做大动作 既不进也不退 我们就在这儿立着 这个叫做无变化战略 而维持利润战略呢 我是希望能够注重短期效果 而忽略长期的利益 使暂时度过难关 对吧 暂时 比如说有的时候 企业的现金流不行了 利润不行了 我可以通过让客户 赶紧提前的去购买产品 它可能消耗了未来的需求 比如双十一 它其实就消耗了可能 接下来半年 或者是几个月的这样一个需求 但是呢 它也确实能够帮助企业 在短期内实现非常高的利润 对吧 所以维持利润战略 如果当然双十一对于天猫淘宝 这些这种这个电商来说 它们并不是遇到了困难 但是呢 有一些遇到困难的企业 是不是也做这种战略促销的行为 做维持利润的战略 还有呢 就是暂停战略 那暂停战略就是降低企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的速度 重新调整企业内部的各种要素 这种呢 叫做暂停战略 还有一种呢 叫做谨慎实施战略 谨慎实施 就是我们谨慎操作啊 不过多动 也不过多 过少的动 反正就是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因为外部环境不明显 不明朗 所以难以预测咱们就尽可能的 少动作啊 既不进也不退 少动作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稳定战略 稳定战略 我觉得考试不作为重点 一定是成长战略是最重要的 那最后一种呢 叫做紧缩战略 紧缩战略当然就没办法了 我必须要撤退 必须要后退了 对吧 在战略战术上面 我们往后撤 也算是一种战略 好 那么紧缩战略呢 包括转向 包括放弃 包括清算 那所谓的转向 就是这个业务不是特别好了 我转向别的业务 所以不能维持原有的产销规模 把这个业务去缩小 或者呢 还转向别的经营的发展的方向 这个叫做转向战略 而放弃战略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 把这相关的一个或者几个部门 做放弃 或者终止经营 把它给出让了 这种叫放弃战略 而清算战略指的是什么呀 直接企业破产清算 对吧 完全没有了 破产清算 这叫清算 清算也叫一种战略啊 所以大家看到 稳定战略和我们的 最后的收缩战略 紧缩战略是不是都比较好理解啊 对吧 稳定战略有四种方式 紧缩战略呢 有三种方式 大家都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成长战略 是我们考试的核心 好了 说完了战略的实施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战略的控制问题 那战略的控制这部分啊 就简单了解 它不作为我们这一部分的重点内容啊 那首先 第一块我们要了解 战略失效 为什么会发生 战略定好了 最后无法实施 是不是就失效了呀 所以我们说战略失效呢 是实施的结果 先离了预定的目标 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这个叫做战略的失效 那战略失效 主要的原因有什么 第一个呢 是战略的决策出现了失误 目标本身存在着缺陷 或者是存在着错误 是不是自身问题 对吧 战略有问题 本身是战略就有问题 自身找原因 或者呢 就是实施有问题 员工有问题 员工有问题 还有呢 就是实施的过程不合理 过程有问题 还有呢 实施所需要的资源有问题 所以资源有问题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用人不当 执行力有问题 所以执行有问题 还有 还有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适应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战略之所以会失效 总共包括这么六个问题 第一个战略本身有问题 第一个战略本身有问题 第二个员工有问题 第三个过程有问题 第四个资源有问题 第五个执行有问题 最后一个呢 是适应有问题 对吧 这样大家就比较好去理解它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说 怎么去控制战略 那既然要保证我们的战略实施 是不是要做很好的控制啊 他首先呢 要确保目标原则 就确保我们的战略目标 要实现 确保目标 第二呢 要适度控制 所以适度控制 是不是就叫 要在握的时候 握的呢 松紧适度 不能过松 不能过紧 对吧 这叫适度 第三呢 叫适时 适时是不是就从时间上 我们要去把握好啊 不能早 不能晚 最合适的时间 第四呢 是适应性原则 对吧 我们要能够适应相关的东西 是适应不同的监控的标准啊 或者方法呀 或者是不同的业务的 经营的需要啊 等等 适应 对吧 刚才我们就是适应有问题吗 环境在发生变化 需求在发生变化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控制 然后再说控制的步骤 控制步骤第一步 肯定是要定标准 第二步呢 是衡量绩效 第三步呢 是不是就是检查 第四步就是纠偏 对吧 所以简单的说呢 就是先定标准 再评估 再审查 再改正 你这样是不是就很好记了 对吧 先定出标准 再评估这个绩效结果 然后呢 再审查 最后去做改正 好 那么控制方法呢 有什么杜邦分析法呀 平衡计分法呀 利润计划 利润计划的轮盘法呀 等等 这些呢 因为它并没有去展开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就不展开了 就是我们重要的点 我们要掌握的非常的透 但是非重点的内容呢 大家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就一定要侧重 侧重 侧重啊 就是我们的工商管理 高级工商管理 它因为考试这种方式 使得我们重者横重 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一章考不了那么多的东西 好 那么在这一节里面 我们出一道论述题 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高端白酒行业 是今年增长非常快的行业 请用波特武力模型分析 为什么高端白酒行业 具有很高的盈利性和成长性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拿 波特武力的那五个核心点 然后去一个一个去做分析啊 大家还记得波特武力 我们怎么画的 中间是不是行业内的竞争啊 然后呢 是上游的供应者的谈判能力 下游呢 下游应该是购买者的谈判能力 然后在上面一个部分呢 是不是我们的新进入者的多少啊 最后呢 我还要防着气带品 好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个一个的来去分析了 首先 作为高端白酒 就不是所有的白酒 高端白酒 除了这个酒本身以外 是不是品牌很重要啊 说实在的 除了那些特别懂酒的人以外 他其他的人真能分得出茅台和五粮液吗 真能分得出五粮液和卢州老教吗 是不是并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说 其实白酒啊 喝的是品牌 对不对 有些人直接喝的时候觉得都挺好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他开始发现这白酒是茅台的时候 他才觉得茅台是不一样 对不对 这就是品牌的效应 那品牌很容易被推倒吗 很容易被竞争吗 不容易 对吧 因为他是少量的 少数的几个寡头在做竞争 所以内部竞争是偏少的 新进入者呢 真正你看 现在我们老牌的像茅台五粮液 卢州老教这些以外 新进入的像什么 阳和蓝色经典呢 对吧 国教1573呢 有一些新进入者 但是新进入者能够打败老的这些品牌 他们的自身优势吗 不容易对不对 新进入者比较困难啊 然后替代品呢 当然酒的白酒的替代品 有啤酒 有鸡尾酒 对吧 也有这果酒 就是红酒 或者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养酒 但是目前来看 年龄越大的人 最终呢 慢慢的都从啤酒 红酒 都会回归到白酒 对吧 就觉得白酒还是最正宗的 所以呢 我们说替代品真的非常的难 对吧 也是很少或者是很难 替代品很少 我们用少字啊 比较标准一点 好 然后供应者呢 供应者是不是那些粮食啊 粮食的供应商 那么粮食的供应商敢跟茅台去叫板吗 说我的粮食我要涨价 我要涨百分之多少 但是茅台高端白酒 它本身的利润率高达 毛利率啊 高达95% 所以你粮食涨个百分之一百分十百分二十 到了我们的成本里面 也就增加个百分一百分二 其实影响并不大 所以呢 供应者他本身的这个谈判能力是弱的 对不对 好 然后购买者 我们去买茅台的时候 只有你买不到 没有你说我钱贵了 我不买 对吧 就如果你只要想要茅台 你不可能说茅台你给我打个折吧 一千四百多的原价茅台几乎是抢不到的 市面上都得三千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购买者几乎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能力 所以大家看到高端白酒企业在整个过程中 是不是几乎占据了整个行业的顶端啊 既没有太多的竞争 又很少有新进入者 还不可替代 而且供应者和购买者相对于这个白酒企业谈判能力都非常弱 所以这个行业呢 应该说占据了绝对优势 当然它就具有高盈利性和高成长性 因为它购买者和供应者他们的谈判能力都很弱 就导致了我们的白酒企业它的定价权非常的高 对不对 我具有非常高的定价权 所以利润怎么定 全都是由我说了算 那大家想想是不是它的成长性和盈利性就是很高啊 所以这样来说的话 大家把我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去一个一个的去谈到 然后写的时候 带一点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感触 其实写出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道可能的论述题的出题的点 当然了 我只是给到论述题的其中一块 它还有可能再让你去分析一下 其他的也是拿高端白酒企业 对吧 也是有可能的 感谢观看 各位学员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章的第三节 关于经营决策的问题 那我们前面讲到的是战略 战略是方向 而经营决策呢